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九月十四號 星期六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首先帶來關心到的是電動車 電動機車龍頭 Gogoro被爆出 為了要壓低成本 使用中國製的零件 以習產地的方式 乍零補助 Gogoro昨天召開董事會 原董事長 繼執行長 同時也是創辦人的 陸學生宣布辭任 由任成投控董事長 曾達夢 接任董事長 原臺灣總經理曾江家瑋 是接任代理執行長 電動機車龍頭Gogoro 金船人士大地震 十三號召開董事會後 宣布創辦人陸學生 請辭董事長繼執行長 改由任成投控董事長 也是潤泰集團法務長 曾達夢 接任董事長 外界推測陸學生去職 與Gogoro涉嫌以習產地方式 違規使用中國製零件 乍領電動機車補助有關 經濟部說明根據電動機車補助要點規定 控制器必須在國內產製 購買電動機車的消費者才能申請 購車補助 日前的確有收到檢舉案件 指Gogoro電動機車的控制器 並非國內生產而是自中國進口 Gogoro學三號晚間召開記者會 除了宣布董事長人選原臺灣總經理江家瑋 將接任代理執行長 對於陸學生是否為習產地相關事件請辭負責 江家瑋並未多做回應 經濟部產發署已著手展開調查 並召開業者前來陳述意見 目前已齊備審查文件 預計九月底召開審議會 由專家學者進行審查 帶您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書報 首先來看聯合報的部分 一名女子委託黃姓男子 代購電子煙蛋 付錢後卻遲遲沒有收到貨 找來男友酌姓少年催討 雙方是隔空互嗆 昨天傍晚兩方人馬相約談判 雙方焉不合揮刀互砍 酌姓少年等三人被刀砍箱送醫 其中有人大拇指的兩截指截是被切斷 警方是巡線逮捕黃姓男子等六人 訓後依傷害 妨害秩序等罪送辦 接著看到聯合自由時報的部分 荷蘭國會眾議院在12號 押倒性通過友台動議 指出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 未設台灣 也沒有排除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資格 成為歐洲首個通過類似動議案的國家 最後看到中國時報 金華城案有重大發展 台北地檢署13號指揮這個廉政署 以證人身分傳喚台北市前都發局長黃錦茂 訊後懷疑黃錦茂 2020年接受台北市議員印曉為陳情後 同年七月金華城提出申請容積獎勵方案 黃錦茂是明知都發局認為有圖利的疑慮 卻仍然合批送都委會審議 促成了金華城提高容積率 檢察官認為黃錦茂涉嫌圖立威金集團嫌疑重大 當庭將他由證人轉列被告 此外檢方在昨天是二度提訓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以及台北市議員印曉微 相關金流成為追查重點 但柯文哲妻子陳佩琪接受專訪 公布帳戶明細 共無比金流約新台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 針對柯文哲花四千三百萬選舉 補助款買商辦 卻未用民眾黨名義 陳佩琪坦誠思慮不周 至於遭到這個檢調查扣的保險箱 莊有金氏和各五十萬 则被質疑沒有財產申報 雙手被上手銬 但神情輕鬆 還跟介護的罰警交談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金華城容積案 涉犯貪污圖利 遭急押禁見 十三號被北檢二度提訓 中午十二點多 柯文哲結束偵訊還押北索 隨後北檢二度提訓 再押的國民黨籍 臺北市議員應曉微 應曉微雙手被上銬 表情默然走進地檢署 直到下午四點半左右 才結束偵訊 還押看守所 檢連持續偵查 金華城案金流 前臺北市都發局長 黃錦帽 十三號原本被以證人身份傳喚 但當庭轉被告 傍晚五點多 被移送北檢附訊 而柯文哲妻子陳佩琪十二號才接受媒體專訪 公布帳戶明細 共五大筆金流 約一千六百二十八萬元 強調他們家的錢都是正當清白 不過 柯文哲用四千三百萬選舉補助款買商辦 卻不是用民眾黨名義 陳佩琪坦承思慮不周 至於陳佩琪表示 柯文哲二零一八年競選 臺北市長拿到選舉補助款一千七百多萬元 扣掉抵押房貸的錢 結餘還有兩百三十萬元 但遭前幕僚反駁 應該是倒賠六十萬元 我就是拿所謂他的房貸兩千萬 去減他的這個那個選舉補助款一千七百萬 那因為他有額外好像又不知道 就是應該也那個是他自己的錢 就是他有所謂的這個保證金兩百萬 那加總起來的話大概還差六十萬 所以他必須要倒貼六十萬 柯文哲不是號稱公開透明嗎 這種要申報的東西 為什麼要像擠牙膏的方式 要在檢調調查的過程當中 要一點一點把它擠出來了 陳佩琪坦言遭檢調查扣的第一銀行 兩個保險箱包含金氏玉器 以及各五十萬元 但也被質疑沒有財產申報 明天呼籲民眾黨不要打背琴牌 趕快交代完整金流 記者綜合報導 有親二駭客本週是盯上臺灣 攻擊政府單位 各地稅務局首先遭殃 十二號干擾了證交所 趙峰彰化銀行等 證交所官網一度當機 另外十三號也傳出限止部 跟中華電信陸續遭到攻擊 限止部中文版的網頁晚間是掛上了 網站實施維護作業字樣 限止部表示已經及時啟動 相關防禦機制 基本上駭客會操作大量的殭屍設備 透過讓服務過載的方式 導致服務無法進行正常的營運 證交所官網遭遇的就是 DDoS攻擊 暫屬也真實 親二駭客團體 對台公司部門網站 發動分散式 阻斷服務侵擾 目前多數已恢復 但有部分機關尚在排解問題 原來早在十二號上午六點五十五分 上市租賃業 中租控股 已發布重訊結錄 官網遭受網路攻擊 當天下午換到證交所 到了晚上時段 趙鋒金與彰化銀行 也接力發重訊 都是受到DDoS攻擊 已在第一時間啟動 相關防禦復原機制 對營運沒有重大影響 宣稱 方案的駭客組織 在社群X高德表示 包含行政院主機總處 貴買中心交通單位 及地方財稅網站等等 對台已發動多迫攻擊 行政院發聲明回應 嚴厲譴責駭客 無端的網路滋擾行為 密切掌握情況 協助各機關加強防護應變 道士專家點出 這類DDoS攻擊 缺乏技術含量 宣示效果大於實質意義 但如何強化防範 維護資通訊安全 的確應好好思考 記者 陳寗宇 台北報導 驚嚇水域不平靜 昨天早上八點五十分 有四艘中國海警船 從金門南面海域 接近我近縣至水域 海巡署派四艘巡防艇 在七級風浪的海況下 採一對一應對 用中英文廣播驅離 中國海警船在上午十一點 左右全速離開 這是中國海警船九月第一次編隊越界還選在中秋節前夕挑釁意味濃厚 今年中國海警船已經累計三十九次進入我方離島水域 海巡署強調 中國海警的行為對兩岸對等交流沒有幫助會持續秉持不挑釁不衝突不迴避不示弱的原則堅定執法立場 而國道行營路段在十二號晚間是發生追撞意外因為不明車輛掉落的鐵製工具箱導致後方有四輛車反應不及追撞其中一輛還是台南市長黃偉哲搭乘的公務車警方正調閱監視器追查造勢車輛 高工具也提醒載貨上國道前一定要做好固定措施否則影響用路安全除了警方開罰還要支付至少三千元的處理費處理時間越久費用還會累家 車輛行駛在國以北上台南新營路段前方突然出現不明大型鐵盒來不及閃躲包含黃偉哲公務車在內的三輛小客車和一輛連結車追撞在一起所幸沒有人員受傷 公務車被撞到右側車頭凹陷 黃偉哲十三號下午到交易參加南方治理平台首長會議 各首長紛紛表達關切 他還原第一時間公務車閃避不及直接撞上 滑行到閉車灣等待 當時受到很大驚嚇 根據高工局統計 國道平均每年都有四萬五千多起散落物事件 最大宗就是塑膠部類等承載物品 每年都有兩萬多件 另外車體零件掉落也不少 而包含動物屍體等其他類別 每年也有一萬多件 高工局提醒 國道車速快 若有散落物容易釀成二次事故 高工局也會針對散落物車主收取處理費 過去南部國道就曾經發生有大量肉品散落內側車道 養護單位一度封閉主線車道 搶通內側車道後繼續清理 足足花費七個多小時才清掃完畢 嚴重影響用路安全 高工局再度呼籲用路人上路前 務必將裝載貨物捆綁牢固 記者綜合報導 中秋節將至 但台鐵企業工會不滿 原本勞資協商共識要加發民俗節日出勤獎金 每天一千五百元 近期卻是被通知施發一千五百元禮券 而且沒有回溯上半年的假期 工會認為被騙 揚言要嚴禮罷工 不過交通部長陳士凱表示 對獎勵臺鐵員工樂觀其成 以要求臺鐵公司要與員工好好協調 趁著交通部長陳士凱視察休結疏運之際 臺鐵產業工會當面陳情 希望改善員工低薪 而臺鐵近期公布 中秋節發一千五百元禮券 作為出勤獎金 更引爆臺鐵企業工會不滿 工會表示早已經公司勞資會議 與董事會通過的加發民俗節日出勤獎金 每日一千五百元案 突然變成一千五百元禮券 顯示資方對員工漠視與輕忽 加上並未回溯今年上半年的 親民和短午假期 違背原有承諾 除了將到交通部抗議 並將在十月底 會員代表大會上 提案啟動罷工投票 台鐵回應 年初就透過勞資協商 確認發放民俗節日 書運出勤獎金 但因為欠缺法源規定 進度緩慢 經過交通部協調 修訂交通部與所屬機關 員工激勵及表揚要點 在授權公司規劃 因此先發出禮券 後續再找方法 台鐵公司尊重企業工會意見 會持續協調與溝通 對於台鐵企業工會 懷疑罷工 交通部表示已要求 台鐵公司多溝通協調 至於外界關注台鐵公司票價調整方案 在上次董事會被退回 台鐵公司表示正進行方案補證 十月會再次提報董事會 如順利通過就會提報到交通部 費率審議委員會 記者綜合報導 台鐵全新觀光列車 海豐號及三藍號 近來頻繁試車 不過卻從未正式亮相 昨天海豐號是突然經過花蓮 由鐵道迷去用空拍機 全程跟拍搶先記錄 瞄準鐵道旅遊 台鐵是再打造全新觀光列車 海豐號四節車廂 約可容納62名乘客 車身是馬卡龍色系 象徵台灣海洋風光 目前規劃路線涵蓋中部海線 花東縱谷以及宜蘭等地 每趟旅程約三小時 海豐號及三藍號 兩列新觀光列車 預計今年下半年會上路 俗稱傻瓜電擊器的AED 救援的關鍵時刻卻沒了電 日前在台中就有一位富人 來到阿里山旅遊 但途中昏迷 同行有人不只用CPR搶救 也通報警方要帶AED救援 沒想到AED卻電量不足 富人送醫後還是不治 警方回應這台AED是民間捐贈 廠商上半年檢查過電池和耗材都正常 為何電量不足 廠商正在查明 救護車江人送醫 還是晚不回富人的生命 台中這名富人上個月跟團到嘉義阿里山 惡言平步到旅遊 途中昏迷失去意識 即使有俗稱傻瓜電擊器的AED 自動體外電擊器救援 卻疑似電量不足派不上用場 啟動一次就好 有啟動 啟動完之後沒多久就沒電了 在這個地方現場沒有AED 然後我們透過遠景派出所送過來的AED 也沒有及時發揮功能 我們今天強調的是在於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公用景區裡面 它的設置裝備明顯的不足 富人到當地旅遊反映自己胸悶後就倒地 朋友幫忙CPR也通報臨近派出所帶AED救人 但是使用沒多久電量不足 緊接著AED完全沒反應 旁人趕緊輪流急救四十分鐘 直到救護車抵達 AED顯示電量不足原因 尚待了解中 警方已通知AED設備廠商 檢查該設備並更換電池 目前顯示為正常使用狀態 警方表示帶去的AED由民間捐贈設置 廠商都有電期檢修 上半年也才確認過電池功能正常 為何電量不足 已由廠商送驗查明 病患無意識 無呼吸 無脈搏時可使用AED 使用時打開盒子電源 將貼片右上左下張貼在患者胸口 插電再由機器分析心率 確定可電擊後 清空靠近病患的人 再按下電擊鈕 結束後進行CPR 重複動作到救護人員抵達 但是關鍵時刻 能救命的器材卻沒電 家屬很難諒解 其他民眾也覺得離譜 警方表示會落實要求AED設備 半年定期管理維護 以便關鍵時刻發揮功效 中秋節將至為了防範非洲豬瘟入侵 行政院昨天四島桃園機場的檢疫作業 提醒從中國等地傳入疫情的風險人高 尤其中國的陽性檢體案 漲了八成四 呼籲民眾不要非法輸入豬肉製品的油包 或是攜帶豬肉產品回國 否則最重可罰二十萬 海關人員仔細檢查遊客的行李 以防有人夾帶豬肉製品 或是帶有豬肉內餡的糕餅 因為中秋節即將到來 為了預防非洲豬瘟入侵 行政院十三號四島桃園機場的檢疫作業 也感謝相關人員的辛勞 農業部強調 非洲豬瘟邊境防疫上 從2018年8月到今年的7月底 共檢驗7490件檢體 驗出747件核酸陽性案件 主要來自中國越南泰國等鄰國 平均陽性率為9.97% 其中來自中國的陽性檢體 有629件 比例高達8成4 那特別是在東亞地區的話 目前就是台灣跟日本 還是非疫區的這個部分 那也是我們過去長久以來 堅持所得到的這樣一個成果 農業部強調 東亞只剩台灣和日本為非疫區 更何況養豬產業 連帶相關產業 產值超過1500億元 邊境檢查不能鬆懈 也提醒民眾 像是五人 廣市 金華月餅等的糕餅 內餡才會含有肉類 民眾如果從國外帶回台灣 或是寄送回台 都可能遭到罰錢 農業部也呼籲民眾 不要非法輸入豬肉製品的郵包 以及人為西路 以免遭到重罰 首次最重可罰20萬元 記者陳阿欣 切正寧 詹蘇雲綜合報導 對流雲氣旺盛 高雄12號午後強降雨 高雄國際機場的天花板 再度漏水 還出現細微水柱 昨天國際航廈二樓電梯旁 和一樓計程車停靠出的天花板 都還在漏水 機場就表示 這是因為突然咒雨 再加上屋頂排水孔阻塞造成 第一時間已經排除 十三號上午前往高雄國際機場 國際航廈二樓的電梯旁 擺上小心地滑的景雨 天花板則不斷有水滴下來 國際航廈一樓的計程車停等區 也有相同情況 天花板持續滴水 前一天更離譜 當時戶外下起短延時強降雨 國際航廈西島位的報導處 則出現水柱 公共建設它時間到 它本來就會有年限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他們可以維修的話 當然是最好 因為畢竟是國門 像國外的機場 都是透過疫情期間 有大幅反擊 台灣就比較沒有 今年五月底機場也漏水 當時好雨過後 出進大廳登機門漏水 還放滿紙箱接水 高雄國際機場回應 十二號出現水柱 是因為瞬間咒雨 加上國際航廈屋頂排水孔堵塞 造成緊急處理以解決 也以編陀預算改善漏水 年底前辦理招標 一百一十五年完工 高雄大寮區中山工商 則有學生放學時相當狼狽 有幾名學生共撐一把傘 有人單獨撐傘但都濕透 大雨中學生集合在操場等校車 學校解釋是學生原本在校前廣場等車 但校內上百部校車平均一步得讓四十名學生上車碰上人數眾多又突然就雨 才有部分學生排到操場等候 後續會是情況調整以學生安全為首要考量 記者王庭 陳顯昇 孟昇招全高雄報導 倫敦獨立電影院與我國文化部助音代表處合作推出長達一個月的台灣電影展此時與彼時 觀眾迴響熱烈 開幕第一天票已經賣出七成 來看公視國際記者來自現場的報導 英國倫敦在今年九月在我背後的獨立電影院將會上演一連串的台灣經典跟當代電影 位於倫敦市中心的花園電影院成立於疫情之後 憑藉著獨特的選片風格和帶有神秘感的氛圍 迅速的在獨立電影愛好者中贏得良好口碑 去年影院主動策劃的台灣經典電影展 創下了開館以來的最佳票房紀錄 今年在台灣文化部的邀請下 影院再次舉辦台灣電影展 並將選片的範圍擴展到當代台灣電影 接著侯孝賢蔡明亮在國際上的票房保證 色展人順勢向當地觀眾推出了探討移民跟身份認同議題的美國女孩和弟弟 以及貼近現實台灣生活的大風普拉斯和聖林之家 當代電影第一個出生在我腦海中的是大風普拉斯 我覺得它是最好的當代台灣電影 Modern Classic 對 這些導演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們也許會成為真正的經典 台灣電影展開幕當日由李康生親自出席 接受他主演的日子現場聚集外國死中影迷 有人甚至帶著一顆西瓜前來請他簽名 也展現出影迷對台灣新電影的深厚了解與熱愛 不同以往 台灣電影僅在短期國際影展中亮相 這次由獨立電影院策展 英國移民將會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不同以往 台灣電影僅在短期國際影展中亮相 感受台灣電影的獨特魅力 公視國際記錄網友方在英國倫敦的採訪報導 受到連日大雨的影響 花蓮臺九線蘇花公路 今天凌晨精船土石流 一百六十四點五 K崇德路段目前是雙向阻斷 臺九線一百五四點八 K到一百六十五點七K 從今天臨時起指出不進 目前搶災機具前往千里中 搶通後會 另行公告開放的通行時間 接著讓我們來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我們明天頭閒再會 我們 purchases 我們之下 保安 回畢 我們DEA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